有種有趣有量 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思維 感謝各位來到邏輯思維捧場 如果你熟讀西方歷史 尤其是人類政治史的話 有一個詞你一定知道 那就是1215年英國人簽訂的那一份 大憲章 這是現代人類政治文明 尤其是憲政文明的一個源頭性的文件 這份文件至今尚存 就存留在英國國家檔案館當中 那你說1215年這個年份是個啥呢 你如果擱在中國歷史當中 大家就比較清楚 是中國的南宋 那一年呢 是蒙古的援軍攻破了經國的中都 中都是哪兒 就是羅庞現在的北京 但是你把這個年份扔到歐洲歷史 尤其是英國歷史當中 中國人就有點犯糊塗了 那段歷史實在是太複雜了 我們通常也不感興趣 但是就在那個年份 誕生了這樣一份重要的文件 而且英國人真把它當寶貝啊 比如說1989年的時候 當時法國人搞了一個慶典 什麼慶典 法國大革命200週年的慶典 1789到1989呢 當時法國的總統叫密特朗 在講話當中就吹牛呗 說我們法國人在1789年搞出了一個人權宣言 這是人類捍衛人權史上第一份重要的剛領性文件 我們法國人是捍衛人類人權的先鋒隊 這個話音剛落 底下就有一個人不高興了 什麼人呢 就是當時的英國首相 鐵娘子薩切爾夫人 輪到他說話的時候 薩切爾就說 說別太幹啊 這份文件如果說要有的話 也是我們英國人的大宣章 我們幹這個活 可比你們法國人要早500多年 這就要說到英國這個國家了 我們現在很多中國人看待這個國家 就覺得你是一個普通的發達國家嗎 論綜合國力照美國人差遠了 甚至不如咱們中國人 而且歷史上和我們中國還有一點過節了 1840年是哪個搶到一抬腳把我們的門揣開的 就是你們英國 在從人類的總文明的貢獻當中看 各個民族都有一些貢獻 比如說埃及人貢獻了字母 印度人貢獻了阿拉伯數字 希臘人發展出了哲學 羅馬人搞出了完善的法律制度 我們中國人還貢獻了個四大發明 請問你英國人有啥 美國人經常嘲笑英國人嗎 說你們祖先都不知道是幹嘛的 你查查那個老底子都是乾海盜的嗎 對吧 英國人的歷史上確實除了一個牛頓 你說你有什麼重大的科學家呀哲學家呀 真要說人類星空當中的 那個群星璀璨 你到歐洲大陸上什麼法國人德國人那個貢獻比較多 哎這恰恰是英國歷史的一個特點 就是沒有波蘭壯闊 也沒有那些偉大的偶像式的人物啊 如果用有的人話來講英國人啊他是一個小商人的國家 所以你看後來他生意做得好 所以軍事實力又比較強大 他可以構建出一個大英帝國 所謂的日不落帝國 但是你說他搞出了什麼偉大的思想架構 還真的沒有啊 比如說歐洲大陸有一個階段 他的整個哲學體系叫唯理論啊 那在英國呢搞出來的就叫經驗論 經驗論就強調一個人根據自己侷限的經驗 一點一點翔前蹭 逐漸的認知世界 這是哲學史上的一個公案 我們暫且不聽 但是英國人的性格確實是這樣 我有一次看BBC的一個節目啊 一個英國的歷史學家就在那講 說你看看我們英國 到處什麼街道啊 城市的命名 從來沒有一個命名 是用哪個日期 你要跑到南美那些國家 都會有這樣 用日期來命名的街道 為什麼 這個國家有重大事件嗎 比如說獨立日啊 革命日啊 哪個領導人的生日啊 英國從來沒有這些 為什麼 這個國家沒有重大事件 所以像歐洲大陸上一會出個拿破崙 一會搞一個法國大革命這種事 英國歷史上沒有 就是這麼一個平淡無奇的國家 所以今天我們講英國歷史啊 確實是非常困難 好在最近我們看到一本書 這就是前兩年出的書啊 2012年英國人剛剛出了一本書 這套書叫金雀花王朝 沒錯 我們今天要講的大宣章 就簽訂於金雀花王朝 那這本書呢算是英國史著作當中 比較新鮮 而且筆法比較有趣的書了 因為這套書說實話啊 我們中國人讀起來還是有點困難 為啥一個熟人沒有 你說我們說到南宋 好歹有一個岳飛有一個情惑 對吧 這套書裡面我估計大量人民都不熟悉 但這已經算是英國史著作當中 比較有趣好讀的 而且這套書出來之後在英國和美國賣的十 十分好啊 瞬間就破了十萬冊的銷量 那我們這次呢 也是邏輯思維和社科文獻出版社 我們兩架 搶先 把它在國內 獨家發售 好了廣告做完 我們接著回到英國史這個話題上 說實話啊 我自己在閱讀歷史的過程當中最怕的也是英國史 因為它沒有波瀾壯闊的故事嗎 我作為讀者就很難心潮澎湃嗎 說白了吧 就是沒意思了 但是隨著我年歲越來越大 價值觀越來越成熟 我就越來越知道 對於英國這個國家 尤其是它歷史的了解 是我知識體系當中 絕對不能缺的一環 因為 從英國開始的這一個 昂格魯薩克遜的傳統 一直延伸到現在的美國 剛開始看 它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力文明方式的支流 支脈 另類 比如說它搞的那一套普通法呀 判例法那套東西 全人力覺得它都是個怪物 但是 你一旦對現代政治文明稍有了解 你就知道整個現在政治文明的大廈就扎根在這一個另類的獨特的文明的根系當中啊 所以這一次我們和社科文獻出版社也算是炸著膽子啊 把這一套英國史的著作推廣到國內 如果市場反應不錯 我們就將引入這個作者的下一本書 就是金雀花王朝的後一個王朝 都多王朝的故事啊 看看賣得怎麼樣 好 接著回到英國史 先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英國史吧 雖然複雜 英國史 你得想 它是一個島國 就像我們東邊那個林芝一樣 島國的歷史呢 就有點像個披薩餅 上面是一層餅 餅上撒撒蔥花 上面再來幾片牛肉啊 再來幾片香腸 它是一個典型的叫層壘的歷史 因為它孤懸在大陸海外嘛 一旦有人征服它 就給它帶去一些文明的因素 下一波征服者來了 又帶來一些文明 它總是一個混合文明的狀態 英國史就是這麼一張 披薩餅 剛開始原生的這個不列顛 群島上面肯定有一些原住民吧 好 到公元前55年和前54年 出現了兩次征服 征服者是大名鼎鼎的 古羅馬的凱薩 凱薩先來了一通 然後這個不列顛 群島就成了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程 這就是400年 400年過去之後 羅馬也不行了 就從那邊撤出 在英國古土上 你說留下啥呢 其實啥也沒留下 包括羅馬法的傳統 都一概撤出 大概留下了一些 比如說灌溉系統啊 包括羅馬人喜歡的玫瑰花啊 還有一些取暖設施啊 這些文明的痕跡留下了 那緊接著到英國的是誰呢 就是我剛才用的那個詞 安格魯撒克遜人 安格魯撒克遜人嚴格的說啊 其實是日耳曼人的一支 所以在歷史上英國和德國 你別看 一打架就打得跟烏眼機似的 其實他們兩家是親戚啊 都是日耳曼人的後裔 安格魯撒克遜人就登陸到了英國 那這又是好幾百年 那這張披薩餅上的下一層線是什麼呢 就是1066年的諾曼征服 那諾曼這個詞你聽的可能比較陌生 另一個詞你就熟悉了 就是諾曼底 沒錯 二戰的時候盟軍 就是從法國的諾曼底登陸 可是要知道 幾百年前 發生過一次 從歐洲大陸 從諾曼底出發 向英國的登陸和征服 這就叫 諾曼征服 所以英國人經常吹牛啊 說我們英國人從來沒有被征服過 這很明顯是假話 先是有凱撒征服 然後就有這次諾曼征服 那英國人為啥吹這個牛呢 說明英國人認為自己歷史的開端 就是從諾曼征服開始的 此後才有所謂的文明 那可見 這一次征服其實沒有想像的那麼慘烈啊 別看他用了征服這個詞 因為大陸上的它是一個高度文明 是有動員和組織力量的一個軍事力量 那他到英國大陸之後 上面安格魯斯 都是一幫蠻族嗎 所以很快就打垮了 而那個時候所謂的征服 其實也帶有一次移民的性質啊 所以把很多歐洲大陸上的文明方式 就帶到了英國本土 所以你看 現在英語當中很多單詞 和法國 法語當中單詞 都是一樣的 為啥 就是這次諾曼征服帶來的 說白了 英國有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這次諾曼征服 用的其實都是法語 這是一個題外話 而那個時候的文明狀態 其實非常的粗糙 給大家舉個例子啊 我在休默寫的一本英國史著作裡面 看到這麼一個細節 休默是一個著名的哲學家了 他說 威廉一世是在一個教堂裡面 搞他的登基大典 那你當上國王嘛 周邊的人肯定歡呼一下啊 甭管心裡樂意不樂意 一聲歡呼 結果呢 守在教堂門口的 威廉一世的那些手下的士兵們 就不幹了 一聽裡面有騷動啊 說是不是把我們的國王給殺了 你看這些士兵也傻頭傻腦的 不進教堂去看 馬上拔出刀劍 就開始砍殺周邊的人 甚至把一些房子都給點了 在登基大典上製造了 這麼一場大騷亂 所以你看啊 那個時候的政治制度 其實是非常之粗糙的 說白了 上制國王下制士兵 其實都是一幫大老粗 那這就建立了所謂的 諾曼王朝 諾曼王朝的 剛開始幾個國王 是威廉一世 然後他兒子 威廉二世 然後威廉二世的弟弟 亨利一世 亨利一世的兒子 亨利二世 亨利二世一死 就傳位給 李查德一世 這些名字你都不用記啊 太亂 我要不是準備這期節目 我也記不住 理查德一世就開始進入了我們今天要講的大宣章的故事 這理查德一世可能這個名字你不太熟悉 他有另外一個名字 是英國人提到應該都知道 就是著名的 詩心王 啊 他現在那個雕塑還屹立在英國議會大廈的門口 給大家看張圖片啊 就這哥們 那理查德一世在英國人心目當中是一個非常有歧視風度的國王 他參加和組織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 那回來的路上呢 就跟自己的老冤家就是神聖羅馬帝國 就是現在的德國那個地方啊 那個亨利六世國王 落到他手裡了 當了俘虜 這是薪酬救怨 立即勾上心頭啊 這亨利六世就把他關在一個牢房裡 然後在牢房裡就放進了一頭獅子 結果這理查德一世一看放進來獅子二話不說 一個黑虎掏心 叫黑獅掏心啊 就直接把這個獅子的心 給掏出來 然後當著亨利六世的面 就把他給吃了 這個話聽著怎麼都像個傳說啊 但既然歷史這麼寫 我們就這麼信 後來 理查德一世就得了這麼一個外號 叫獅心王 我們中國人對英國歷史當中的一個傳說人物 俠盜羅賓漢 非常熟悉 對那個人 其實就是英國的水不良山宋江 他的很多故事啊傳說都發生在 獅心王理查德一世 執政期間 那不管這個獅心王多麼的英雄了得 他總得死吧 所以執政十年之後 他就要死了 死之前要解決一個繼承人問題 而他自己沒兒子 所以他的繼承人只能在他的弟弟叫約翰 和他的侄兒叫亞瑟之間選擇 那約翰呢就是我們今天下面要講的那個故事的 真正的主人公後來的著名的約翰國王 而他的侄子就亞瑟 今年只有15歲 那為什麼王冠最後落到了約翰頭上 沒有選擇亞瑟呢 不是因為亞瑟年輕啊 而是因為當時歐洲獨特的政治制度 那是封建領主制 封建領主制和我們今天理解的 現代化的民族主權國家 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啊 國王和他的領土之間的關係 僅僅是一個純粹的 財產關係 就拿我們今天講的 獅心王來說 你說他是英國國王 都有點冤枉他 包括講金雀花王朝 這個王朝 是英國王朝嗎 真的不能這樣講 法國人給這個王朝 還有一個名字 叫安如王朝 為啥呢 因為這個王朝的國王 領有的領土 其實不僅僅是英國呀 他們有一半的領土 就在法國呀 所以你能說 他是哪個國家的國王嗎 就拿 獅心王來講 他的封號有很多 他是英格蘭國王 愛爾蘭領主 他是布列塔尼公爵 是諾曼底公爵 還有一大堆領土和封號 所以在 領主之下 就封建領主之下 一個國王或者說一個 貴族 他也想得到領土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打仗是一種 然後替別人打仗 受風 受贈領土 是一種 還有一種方式呢 就是結婚 包括一戰之前 像匈牙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他們就有一句話 叫快樂的匈牙利人愛結婚 為什麼 因為一結婚 他們就容易把別人家 賠價的領土拿過來 也歸到自己的王國 然後每一次 繼承權往下一分呢 把這一片土地給這個兒子 那一片土地給那個兒子 整個國家又分裂 所以和我們今天理解的現代化民族國家 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為什麼 一定要把王位 傳給約翰 而不是 亞瑟呢 就是因為這個亞瑟 他從來沒有去過英國 他在法國出生 在法國成長 後來 又從 金雀花王朝當中 拿到了一個叫布列塔尼的領地 他是布列塔尼公爵 布列塔尼就是什麼地方 你看那個法國那個地圖啊 不是有一個腳伸出去嗎 那個地方 就是布列塔尼半島 那個時候 就是亞瑟的領土 後來亞瑟呢 又找了 法國國王 當時叫菲利普二世 這期節目實在名字太多了 菲利普二世 給他當了女婿 所以這個人是個法國人 那如果這個 世信王要把王位傳給他 英國的貴族就有點不高興 而我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約翰呢 他是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 所以後來一看 給他最合適 最容易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那這個約翰當了國王之後 這勒子可就來了 你看英國歷史上 國王的很多名字都是蟲的 比如說亨利國王有八個 愛德華有八個 喬治有六個 威廉有四個 可是約翰就這麼一個大寶貝 就這一個 為啥 這人名聲實在不好聽啊 就像中國古代 最壞的那個帝王 一個是下朝的節 一個是商朝的咒 後來的皇帝 那起名字 肯定不能叫結和咒嘛 所以約翰國王在英國歷史上 就此一個 大家如果想去了解約翰國王的故事 給大家推薦一部好萊塢的大片 叫鐵甲一 在那個電影裡面的約翰國王的形象 就是一個頭頂掌窗 腳底流膿的傢伙 又蠢又笨又殘暴 就是一個完全沒有人性的傢伙 這也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通則了 一個壞國王 如果大家都說你壞 那在歷史的流傳當中 大家就會把各種屎盆子往你頭上扣 就像中國的漢代人 去抹黑秦始皇 唐代人去抹黑 是一個道理 英國人 就是有這麼一個歷史上著名的壞國王 約翰國王 那他的名聲是怎麼壞的呢 剛開始沒問題呀 首先的德江山 是他的親哥哥 屍心王理查德一世 傳位給他 對吧 當然了 牽扯到英法兩國之間的關係 很好地解決了呀 因為他在法國大陸上的那些領土 對吧 理論上應該屬於法王菲利普二世的 但是菲利普二世在封建領主之下 他也不能剝奪他的繼承權 當然 這個菲利普二世他也想搞個中央集權嘛 誰不想呢 權力搞得大大的啊 就刁難他 說我要收你一筆繼承費 那開價是多少呢 兩萬馬克 你可不能按現在德國那個貨幣兩萬馬克來計算當時啊 給大家打個岔吧 介紹一下英國的當時的貨幣制度 一個英鎊是二十先令不是十先令啊 一個英鎊又值二百四十便士 那一個馬克呢 是值三分之二個英鎊 大概是這麼一個數 那兩萬馬克是什麼概念啊 就是約翰國王登基大典用了二十一頭牛 那值多少錢呢 十個英鎊 就說白了 兩萬馬克在當時值兩萬八千頭牛 在中世紀那個生產水平下 這是一筆巨款啊 約翰一聽反正沒辦法啊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兩萬馬克就兩萬馬克富了 從此我就成為 金雀花王朝的君主 按說這不就該風平浪靜嗎 怎麼後來又折騰出一個 大憲章呢 除了大家現在看到的邏輯思維視頻 我們還有一個微信公眾號 在那我是一個著名的每天堅持60秒的胖子 每天我們還會分享給你一篇好文以及好玩的活動 在那已經有了300多萬小夥伴一起愛智求真了 那微信中您搜索 羅紀思維公眾號 沒有走真兒的那個姓羅的羅 每天早上6點半我在那等你 剛才我們講到英國歷史上最有名的那個壞國王 約翰一世終於拿到了自己的寶座 成為金雀花王朝的第三任君主 本來挺好 從此安生過日子不就完了嗎 不怕沒好事就怕沒好人 旁邊有一個人對他的這個王座心裡就不舒服 誰呢 就是法國國王菲利普二世 也有一個翻譯叫 菲利二世 當時的法國國王其實好可憐 跟後來的什麼太陽王 路易十四 那相比沒法比啊 他是一個非中央極權等值結構 當時有一個詞嘛 叫法蘭西孤島 就是法國國王能管的地區 也就是巴黎和奧爾良周邊的一小塊地方 那剩下法國那麼大一片國土 都淪陷在什麼公爵侯爵伯爵的手裡 這一些大貴族其實也不太搭理這個法國國王 所以菲利普二世生下來就有這樣一個使命 我能不能搞中央集權啊 這一階段的法國國王天天想的就是這事 也確實啊 是個有自尊心的人 他就得奔著這個目標去 那現在他看這個約翰一世 就是金雀花王朝的國王 他心裡就不舒服嘛 你不是英國國王嗎 你出生在英國 你憑什麼在我法國的國土上 搞這麼大一片地方 表面上還對我稱臣 是我的諸侯 但實際上 你是英國的國王 這個心態其實我打一個比方 比如說你開一家公司 你是董事長 你手下有一個職業經理人 是一個大區經理 結果他一邊在你這打工一邊還出去創業 把那個創業公司已經搞上了事了 那個公司甚至比你這個也不差 然後他還在你這當大區經理 你肯定想把他幹掉 對吧 菲利普二世心裡也懷了這個心思 但是光咬牙切齒沒有用啊 你得有機會呀 話說回來 這就叫 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 很快這個機會就到了 約翰一世當了英國國王之後 很快娶了一個女人 當他的王后 啊 這個女人呢 原來 答應嫁給一個 法國的貴族 那你看啊 矛盾就來了 因為在中世紀的時候 我們前面講的 什麼叫婚姻呢 婚姻不是愛情 婚姻就是財產轉移 這個女人身上帶著大量的領土啊 啊 那原來答應嫁給的那個 丈夫啊 這叫前任了啊 現在就 奇蹟敗壞 因為這意味著一大筆 嫁妝或者說領土的損失 就跑到菲利普二世那高撞 哎呀法國人不欺負法國人呢 法國人一定要幫助法國人呢 你得幫我出兵打仗 給我解這口氣 菲利普二世 你看你看啊 求我來了 我得幹這個活 然後就出兵 跟這個約翰一世 開幹 約翰一世當時大量的領土也在法國領土上 大家短兵相接 很快約翰一世就占了上風 所以歷史上 老說這個約翰國王是個農包 我看不見得啊 你從他剛開始的一些動作 非常敏捷 而且戰場上也是個好樣的 節節勝利 那這個時候 邪詞裏又殺出來一個人 誰呀 就是沒有拿到金雀花王朝王座的 那個約翰的侄子 亞瑟 亞瑟這個時候很年輕啊 只有十幾歲 但是十幾歲啊 就已經洞房花燭完了 是法國國王菲利普二世的 女婿 啊 那既然老丈人有事 本來 你老丈人收了人集成費 我也不好意思跟約翰爭這個王位啊 現在老丈人要打他 亞瑟也出兵 亞瑟出兵之後很快就被他這個叔叔給滅 然後約翰就犯了他人生當中第一個大錯誤 什麼呢 就是他不僅把他的侄子 亞瑟的軍隊給打敗了 而且把亞瑟和他的那些隨從給關起來了 不僅關起來了 還把這幫人給餓死了 餓死的時候 留下一個亞瑟也沒饒了 這個十幾歲的親侄子 最後是被他 據說啊 是親手殺死 然後身上拴上了石頭 扔到了海裡 這個行為就有點殘暴了啊 所以原來那些坐山觀虎鬥的 雖然名義上屬於 約翰王的屬下 但是 領土又在法國國土上的那些貴族 心裡就有點不高興 啊 雖然那個時候沒有太多的民族國家的 觀念 但是畢竟啊 你這是英國人欺負我們法國人呢 所以在法國領土上 約翰就漸漸的喪失了主場優勢啊 然後戰爭的局面就開始逆轉 菲利普二世就乘勝追擊 最後就把諾曼底給拿下了 所以 到這個時候為止 金雀花王朝啊 就是 名正言順的 英國王朝了 為啥 所有 法國 歐洲大陸上的領土 越要搬本 所以這個約翰 後半輩子就跟這搬本的事 就叫上勁了 那既然要打仗 要像蔣介石那樣反攻大陸 他就得有錢嘛啊 所以後半輩子 這個約翰就跟錢又叫上了勁 你要錢就要錢吧 你不能耗子給貓當三陪 要錢不要命 對吧 這約翰一世就惹了一個 他根本就惹不起的人 誰呢 羅馬教皇 那當時的事情是這麼回事 英國呀 它是兩個教區 一個叫坎特伯雷教區 一個是約克教區 那有一年呢 大概是1205年 這個坎特伯雷教區的大主教 死了 按照當時教廷的規定呢 哎 由當地的國王 來推選一個人 然後 到教皇那去敲個章 認證一下 這事就 算是完成一次繼承 那這個時候呢 約翰國王就指定了一個主教 我們管他叫張三吧 英國名字大家也記不住啊 張三 但是呢有一幫年輕的僧侶就不幹啊 說我們喜歡李四 然後就偷偷摸摸 選了一個李四 讓李四 趕緊啊 趁約翰沒有反應過來 你去羅馬 到 羅馬教皇那 然後就說我們都選你了 然後教皇給你一敲仗 你回來不就生米煮成熟飯嗎 那這個李四就收拾行李 趕緊去了意大利的羅馬 那本來這種事情就是搶馬持狙的事情 打的是個時間差嗎 你就不要生張了 但是這個李四 是一個很明顯的弱智啊 到處炫耀 你看大家都選我 現在 我是坎德布里大主教 就跑到羅馬去 結果 教皇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約翰一世就知道了 那肯定是勃然大怒嘛 要造反嘛 然後就派了兵 跑到 坎德布里大主教的教區 把僧侶都叫來 你說說看怎麼回事 聽說你們選了一個人 現在已經去羅馬了 對吧 他就說沒有這個事 沒有這個事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你幹的 不是我幹的 全慫了 沒有一個人承認這個事 那約翰說 你沒人承認挺好呀 那就 你們全部啊 都別待在這了 都去羅馬 跟教皇說清楚 我選的人是誰 張三 你們把他 變成坎德布里大主教 然後 再領回國內 好不好 這幫僧侶說 可以可以 然後一群人 浩浩浩浩又上路了 可是這個時候 跑到教皇面前 就是兩個主教人選 這要是換了一般的教皇 也就算了 一看 約翰認這個 那就認 教皇嘛 他又沒有什麼軍隊 他就是一個 神職的 一個權威 對吧 認世俗權威 這往往雙方是一個默契 但是也怪這個約翰命不好 他正好攤上了一個 在整個教皇史上可能最不好說話的一個教皇 這個人叫英諾森三世 他是教皇史上最主張伸張教權的一個教皇 他有一句名言 說我和上帝是一伙的 我們倆是太陽 所有的世俗的君主 你們都是月亮 雖然你們可以有光芒 但是這個光芒 你們心裡得清楚啊 是從我這接過去的 所以世俗政權 應該匍復在我的教權之下 所有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地區 都應該 是我治下的一盤棋 你雖然有這個想法可以 但是教皇通常沒有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啊 他只是精神領袖嘛 所以這個時候英國人 鬧出來這個矛盾 讓他來做判斷啊 當和氏佬 他可就要伸張自己的權威了 這就叫肥豬拱門啊 那現在兩波人 教皇英諾森三世就跟他們講 我們先不搭理什麼 約翰一世 你們就當著我的面 去選 看到底是選張三 還是選 李斯 結果選來選去呢 這兩個人的票數差不多 那教皇說得嘞 我來指定一個吧 我給你們指定一個王二麻子 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全新的人選 那消息傳回英國 約翰一世當然不認了 從老祖宗傳下來的規矩 這個人選都是我指定 憑啥你教皇指定了 欸教皇說給我雷勁是吧 就這麼一個人選啊 又是我的大主教憑啥你來定呢 於是就開始談判 談不攏之後 教皇就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領 教皇沒軍隊 他的看家本領是啥呢 說白了 就是 不跟你玩 比如說第一條 禁教令 就是我基督教統治的地區 我撤出英國 從此英國沒有基督教了 我教皇 說了算 對吧 英國人民平時舉辦的那些宗教儀式 我只給你們保留兩樣 第一 出生的洗禮 第二 臨終的懺悔 平時什麼禮拜天做禮拜 結婚讓神父主持一下 這些一概沒有了啊 不提供此類服務了 你想想看 在中世界 全民信教 所有的老百姓平時 又沒有教堂可以去 心裡有點委屈 沒地兒懺悔 結婚都沒有神父主持 弄得跟通姦似的 誰受得了這麼一個局面 哎 這就叫禁教令 下了禁教令之後 這個約翰還是不屈服 還是教板啊 就是不服 就是不接受你那個人選 那教皇說 這麼對吧 我再給你升升級 又頒發了一個叫 絕法令 什麼叫絕法令呢 就是開除 約翰一世本人的教級 從此你不是基督徒了 你有什麼信仰 跟我們沒關係 這個懲罰要是落在普通人身上 那馬上就是個死啊 所有搭理他的人 所有給他提供食物 幫助軍所的人 這個人馬上也要被絕法 開除教級 所以作為一個普通人 等於跟社會協作斷裂 那肯定是個死的結局 但是對英國國王呢 這個情況就得另說啊 因為他畢竟是國王嘛 誰敢不搭理他來啊 所以絕法 這個約翰一世 也沒有屈服 要知道啊 在整個中世紀歷史上 絕法 這是教皇能夠使出來的 最大的招啦 啊 最著名的例子 公元十世紀的時候 當時 神聖羅馬帝國有一個皇帝 叫亨利四世 就是跟當時的教皇來勁 那個教皇叫 格雷高麗七世 也是教皇史上很 強勢的一位教皇 他就給這個亨利四世下了一紙絕法令 開除你的教級 那結果就逼著這個亨利四世沒有辦法 因為他的統治基礎 就變得脆弱 遙遙遇坠呀 所以只好一個人翻越阿爾卑斯山 來到羅馬 跪在教皇的門口 求饒 而且那兩天下著 鵝毛大雪 據說 他是光著腳 而且身上也不敢多穿衣服啊 披著一條破毯子 跪在教皇門口 三天三夜 直到教皇覺得 把你折騰得差不多了 才開門出來 原諒了他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事件 可見這個絕法令 對於一個世俗君主來說 多厲害 但是 我們今天這個故事的主人公 約翰一世 可不打理那一套 哎 絕法不絕法 反正我英國離得你遠 而且正好 你不是開除我教級嗎 說明你基督教撤出英國 得了 你那些財產 那些領地上的收穫 都歸我了 所以此後的兩年間 約翰一世居然在基督教會的地產上 搜刮了 大概 兩萬英鎊 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得了的天文數字的財產 而且從此這個約翰一世啊 就破罐子破帥 反正我要反攻大陸 我要拿回我在法國的領土 我現在核心的使命就是 搂錢 把教皇的錢給搂完了 那就搂國內其他人的錢 他搂錢的方法哪是奇思妙想 比如說 先把猶太人給綠一番 猶太人有錢嗎 猶太人的錢搞完之後呢 發現國內有很多寡婦也有錢啊 他就下了一個命令 說你當寡婦之後你得嫁人 嫁人得讓我許可 你得交錢 有的寡婦說那我就不嫁了行嗎 不嫁也行 不嫁也得受到我的許可啊 也得交錢啊 所以有一個寡婦著名的一個伯爵夫人 居然為了不改嫁 而交了五千馬克 那 搂完了寡婦搂誰呢 就搂自己手下的官員 一邊賣官玉爵 一邊制定了各種苛刻的 所謂KPI 考核標準啊 所有的官員經常在 你這兒有罰款啊 那把這些都漏完之後怎麼辦呢 就把眼光盯向了他手下的那些貴族 就是公侯博子爛那些人 那首先的一個方法 他就出去判案子 反正自己也沒什麼事幹 要知道在中世紀的時候 一個領地的領主 他的很大一筆收入 都來自於他做司法審判 大家也可以想像 民間一旦鬧糾紛 往往就要貴族老爺給咱們斷案 那貴族老爺的很多收入呢 就來自於我們交的這筆訴訟費 那約翰一世借著各地巡迴法院啊 他來判案子 這也是後來普通法的一個傳統 就是國王設巡迴法庭 那自然就把這些案子提審到自己手下 把這筆訴訟費也摁到自己 腰包裡面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約翰一世一想 那法國的菲利普二世不還收過我的繼承費嗎 得了我也收貴族的繼承費 他下手可狠啊 比如說有一個貴族 他那片領地呀 一年才能收1200馬克 他一收收7000馬克 那基本上把六年的收成 他自己一人全摟回來 所以當時英國居然出現這樣的情況 一個貴族因為要把自己的領地 傳給自己的兒子 這一個繼承費 居然把這個貴族給收破了產 剛開始啊 約翰一世還在想各種折 各種合法性的理由 後來乾脆把橫征暴輾了 直接開始收一種叫盾牌費 就是我要打仗 我要反攻大陸 你們直接給我交錢 那這一來二去 當然就把貴族給逼急了吧 貴族就開始有造反的勢頭 這邊一造反 剛剛開始有一些騷動 大陸那邊那個老冤家 法國國王菲利普二世又要號稱要進攻英國 那這個時候又出來一個搗亂的 就是剛才講那個教皇 英諾森三世 英諾森三世本來手裏沒有兵 那好啊 你法國國王要去打約翰一世 你去打吧 我支持你 而且我怎麼支持呢 我把我對約翰一世的懲罰 再一次升級 前面發的是禁教令和絕法令 乾脆這次我給你發退位令 就是我宣布你應該給我退位 我把你廢除掉 這就比較厲害了 因為國內後方不穩 前面大敵當前 然後教皇再來這麼一下子 約翰一世真的是進退為股 不過還得說他特別聰明啊 他玩了一招什麼 說我徹底向教皇屈服 你說啥我都答應 我原來沒收教會的那些財產 我給你退陪 然後我把整個英國 我送給教皇 我從此是教皇的領地 行不行啊 這就讓我想起來 我們青年時候 讀王朔的小說裡面講的一個段子 有一個人當街大喊 誰敢惹我 你說這不是混蛋嗎 結果旁邊人群中 閃出了一個標形大漢說 我敢惹你 結果這個人就慫了 愣了一下神 緊接著說 誰敢惹咱倆 這約翰一世玩的也是這一招 誰敢惹我和教皇倆 結果這個教皇 英諾森三世呢 又特別沒出息 得了這麼點好處 而且是名義上的嘛 真就把英國當作自己兜裡的領土了 緊接著就跟法國國王翻臉 說我原來是支持你的 但是 現在你打英國 可就是打我的地盤 你不能打 你必須給我撤兵 所以法國國王也吃了一個啞巴虧 只好撤兵 那邊約翰一世又來勁了 法國國王撤兵 那我現在反攻大陸 又開始打 後來又打失敗了 等等 總而言之 這個約翰一世就這麼個窮折騰 折騰到 重判親離的地步 最後是英國的貴族宣布 很多人啊 宣布解除對他的效忠 甚至一度佔領了倫敦城 就是要跟你這國王叫板 這個約翰一世也沒有辦法 說那就這麼的吧 你們說咋辦 貴族說 哎你給我簽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 就是後來著名的 大宣章 這本金雀花王朝書封面上的這一條 就是當年簽訂的 大宣章 簽訂的地點是在倫敦郊區 一個叫 蘭尼米德的草地上面 那聽到這兒你可能會覺得 哎 這麼偉大的一份文件 聽你羅胖子講起來 好像也沒有那麼偉大嗎 你怎麼這麼輕描淡寫呢 那這還是一個偉大的鬥爭的最終結局嗎 哎大宣章這份文件 有趣就有趣在這 邏輯思維自己推出的第三本書 成大事者不糾結 馬上就要上市了 在當當京東亞馬遜三大網店上都有預售 歡迎大家捧場 今天我們花了一整期節目時間跟大家介紹 1215年英國人搞出來的這份大宣章 那這份文件在人力歷史上的地位非常之高啊 它被認為是現代政治文明 也就是憲政文明的思想源頭 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得知一個知識 說全世界主要大國當中 只有英國沒有成文憲法 英國雖然有憲法 但是它是一個文件體系 包括今天我們講的大宣章 還有什麼1689年搞出來的權力法案 還有一大堆其他的文件 當時我們就覺得這英國人也太古怪了 你搞憲政嘛 你去寫個憲法唄 直到今天 我們聽了這期節目之後 我們才知道 英國人是搞憲政的源頭 因為他第一個搞嘛 所以就搞的不是那麼正式 那世界上第一個搞成文憲法的是美國人 其他國家寫憲法都是跟美國人學的 而美國人跟誰學的呢 就是跟這個 在憲法上搞的不是那麼很正式的 英國人學的 所以美國人特別重視大宣章 有學術界的人講說 美國憲法只有兩份文件 作為它的思想源頭 一份就是我們今天談的大宣章 還有一份是英國哲學家洛克 寫的政府論 不管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 總而言之 現在在倫敦郊區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簽訂 1215年大宣章的那個草地 叫南里米德草地 那現在搞了一個紀念碑 那個紀念碑誰出錢見的 美國人出錢見的 所以美國人對這份文件 比英國人還要重視 那說一個體外話 啥叫憲法 我們上中學的時候 這句話都背得很熟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 所以在一般人的觀念當中 憲法就是法律體系當中 老大最重要的一部法律 那這個理解呢 也對 但是有那麼一點點不到位 換句話講 憲法跟其他所有的法律 有一點根本的不同 其他的法律 是約束我們每一個人的 誰借誰的錢 該還 民法 誰犯了罪 判多少年刑 刑法 刑事和民事的法律 應該按什麼程序走 程序法 等等 但這些 是約束普通人的 而憲法約束的是誰呀 它的對象 只有一個 那就是政府 我們普通老百姓 甭管行為 是什麼樣 啊 是吸毒二人嫖娼 他都不會違憲 只有政府行為 是可以違憲的 所以憲法的本質 是人類終於打造出一個籠子 把權力給管束住 把它裝在籠子裡面 這就是憲法的獨特意義 也是英國人搞當年這個大宣章的 歷史意義 可是 聽我前面講的那兩怕 你可能有一個感覺 一點都 那個 誕生一個偉大文件的那個氣氛都沒有 你羅胖子給我們講了一堆非常狗血的故事 對吧 怎麼這麼一個偉大的文件 它不是一個 劇烈的 又是正義和邪惡的鬥爭的一個結果 然後文件 輝煌的出現啊 整個故事落幕 好像講的不是這麼回事 對 大宣章真正有趣的地方 就在這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眼這個大宣章啊 首先 如果 其實大家到百度上一搜索 大宣章啊 你就能看到那個大宣章 一共六十三條 你看完之後 你會大失所望 啊 你覺得 這是一份輝煌的文件 不是 因為1215年的時候 那幫貴族都不識字 國王甚至也不怎麼識字 誰識字啊 僧侶識字 啊 所以就是 你都能看的那個文件 六十三條啊 就是一幫貴族 圍著一個 會寫字的僧侶在旁邊 你一眼我一語 再加一條這個 再加一條那個啊 這寡婦要再嫁 應該交給國王多少錢 一個伯爵繼承應該交多少英鎊 一個武士繼承應該交多少便士等等 就是想一出是一出 整個六十三條裡面 甚至你看完了之後 履不出一個邏輯線條啊 是一地雞毛的一份文件 所以你看完之後你覺得 實在不像一個輝煌的文件 第二條 就整個我們剛才描述那個鬥爭的雙方 現在拍很多電影寫小說啊 總會把它描述成正義和邪惡的鬥爭 可是哪裡是這麼回事兒呢 橫征暴臉的約翰一世 他欺負的不是我們今天講的小老百姓 就是當時的有錢人呢 也是一幫當權派 是那些貴族 這幫貴族又是什麼好東西呢 給大家隨便舉一些例子啊 貴族不是造反嗎 不是把倫敦城給佔了嗎 所以約翰國王在外面打仗 欺負一些沒有躲進倫敦的貴族 這裏面的貴族是不去出去援救的 剛才我們給大家推薦那部好萊塢電影叫鐵甲一 講的就是這麼一個故事 雙方都是王八蛋 而且這幫躲在倫敦城裏的反抗的貴族 他甚至理通外國啊 跟法國國王菲利普二世 眉來眼去 你是不是來精通一下我們 幫我們把約翰國王打掉 所以這談不上什麼正義和邪惡的鬥爭 那第三點呢 就是 這份文件 他在1215年簽了之後 有用嗎 告訴你 沒有用 啊 這後面的故事就更加狗血 簽訂完之後 本來 應該大家都消停了吧 約翰接著當國王 然後貴族報紙這份文件啊 反正你也不能 隨便收我們的稅 欺負我們了 可是有一個人不幹 誰呀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寶貝教皇 英諾森三世 英諾森三世說 英國現在是我的領土啊 你不是以下犯上嗎 胡搞搞什麼大宣章 作廢 那教皇這句話說的還是有點管用的 但貴族不幹 還在倫敦城裏啊 怎麼能作廢 教皇說 禁教了 倫敦禁教 又是這一招使出來 所以事實上 大宣章簽訂之後 墨跡未幹 就立即被廢除掉 啊 這約翰又來勁了 又開始打 當然到最後 你說大宣章是怎麼確立下來的呢 我告訴你 根本就沒有確立 因為 約翰一世最後不是被貴族鬥爭死了 而是他有一次在行群打仗的路上啊 跑到一個修道院裡去 然後就 就吃了點水果 那水果不知道怎麼是不衛生啊 還是怎麼 他就拉利己 然後發燒 最後連馬也騎不了 就死了 是這麼死的啊 這個勝利是這麼獲得的 當然他臨死的時候 就把自己的小兒子 這叫後來的亨利三世啊 這個時候只有九歲 叫到自己的床前 說啊啊這個江山就交給你了 你看 孤兒寡母怎麼能夠帶動 這麼大一個國家 當然 他最後還 找了一個叫 顧命的老臣 按照我們中國的觀念啊 叫馬歇爾 這個人呢 是一個老好人 也是一個道德非常崇高的人 呃全英國的貴族也非常 佩服他 所以就是這個 年老的 馬歇爾 顧命老臣 加上一個九歲的 亨利三世 接了這個 約翰一世的班 那既然叫 主哲哲國儀嘛 對吧 那 這兩 一對 老小 他肯定不敢再對貴族恒征暴戀 而那些貴族呢 一看也沒啥可鬧的了 你看上來這國王 小孩也不懂事 也不會再欺負我們 那就散了吧 所以這場過程 他不是以正義和邪惡的鬥爭 獲得一個 明確的結果 而結束的 就這麼不明不白的消失了 當然 亨利三世在當政之後 反覆的 宣稱 大宣章 我是認的 你們踏踏實實的 不要鬧 因為 他是一個弱勢的國王嘛 甚至在後來的幾百年 大概四五百年 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紀 這份大宣章 壓根就被人忘掉了 在歷史當中 好像就從來沒有出現過 一直到了 17世紀 也是我們在中學歷史課本上學的 到英國大革命的時候 這份文件 再被反覆的提出來 所以你看 這份文件雖然簽了 但是跟沒簽一樣 而且當時歐洲歷史上 簽類似文件的國王 是很多的 動不動被貴族欺負了 簽個文件 怎麼保障你的權益 其實 你說我們中國歷史上 就沒有類似於大宣章的文件 有啊 在先秦的時候 就有一種東西 一直到明清的時代都有 叫單書鐵券嘛 你要讀過水浦傳都知道 柴禁柴大官人啊 因為原來他們家不是把江山讓給兆匡印的嗎 那後來的宋朝就給他們家發了單書鐵券 啥意思啊 就是啊 你們犯再大事我也不殺你 可是有用嗎 跟歐洲歷史上的那些簽訂的契約一樣 沒有用的呀 說賴賬就賴賬啊 歷史上發單書鐵券的人 最多的皇帝是誰啊 明太祖 朱元璋啊 可是大家 有點歷史常識都知道 朱元璋是以 朱砂功臣下手 最黑 最狠 最狠 來著稱的一個皇帝 啊 單書鐵券 也沒有用 王權和貴族之間的 這樣的協議 隨時會被撕得粉碎 哎 你看 這就有意思了吧 這麼重要的一份文件 它不僅沒有一個輝煌的開頭 反而是誕生於一對狗血的故事 那你可能就會問呢 它的歷史地位是怎麼奠定下來的呀 回答只有一個詞啊 時間 對 時間的力量 亨利三世時期反覆確認大宣章的有效性 後來陸陸續續又有一些英國國王說 對這份文件我們認 雖然15、16世紀 大家把這份文件漸漸的都淡忘了 但是到了17世紀的時候 又有一批法學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們以前節目講過的那個科克大法官 他們那一代人呢 根據自己的現實需求 然後越過幾百年的時光 跑到固執堆當中 又把大宣章給翻出來 從字裡行間找出一些字句 你看當年是這麼簽的 然後根據當時的需要 對它進行重新解釋 甚至是歪曲的解釋 這跟我們中國的儒家文獻是一樣的 在先秦時候 孔子說那些話 寫那些字的意思 和後來 我們根據當時的歷史 需要逐漸對先秦的儒家文獻 重新進行的解釋 其實不是一回事啊 歷史學界不是有一句著名的話嗎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每一代人都根據自己的現實需求 把以前的東西再重新解釋一番 對 大宣章的歷史地位 是在歷史長河當中 逐漸被確定下來的 每一代人都在裡面 加進了自己的私貨和全新的東西 這問題就來了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講大宣章 不是給大家普及一個憲法學的知識 而是想強調 在人類政治文明當中的一種力量 這個力量就是時間的力量 大宣章簽定於1215年 可是英國人啥時候才算建成一個憲政國家 一直要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後 也就是1689年的權力法案誕生 英國才算是一個憲政國家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當中 可是有四五百年啊 一直到今天 今年是2015年 距離大宣章簽定整整八百年 這是一個多麼漫長的時光 你作為任何一代的英國人 窮其一生 他都感受不了什麼 天翻地覆的變化 沒有 所有的進程都是水低石川的 都是不緊不慢的 大宣章剛開始被歷代國王反覆確認 隨著確認的次數越來越多 他就形成了一個堅定的 有巨大時間存量的一個傳統 他就變得越來越難以被挑戰 他就越來越有合法性 所以憲政民主在英國 是慢慢的漲出來的 因為英國人在這條道路上的探索 前無古人呢 所以他就可以慢 這是原法現代性國家的一個優勢 可是後來的很多後法現代性國家呢 包括法國 包括德國 包括俄國 也包括我們中國 因為前面有比我們更先進的東西 所以 我們難免就起來一個念頭 就是 我得 敢美超英啊 我得追上前人啊 我得彎道超車啊 所以 就著急 就難免要有一個 快死 一快 你就喪失了最寶貴的一個資源 就是我們講的 時間的力量 有的時候反而是 欲速而不達呀 所以在很多 後法現代性國家的觀念當中 有這麼一個假設 就這國家想要變好 就是得讓那些改革派激進派得勢 而把那些頑固派保守派給幹掉 可是 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 至少在英國歷史的觀察上 我們發現英國人 他就是一個性格很保守的民族啊 他們搞任何一點點改革 都要到歷史的固執堆當中找到依據 他們才肯往前走一點 可是英國人偏偏在 他們探索的各個方向上 往往走在世界的前列 那請問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其實 頑固派和保守派的禍害作用 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大 他們往往是社會的一個穩定器 當環境變化了 保守派、頑固派堅守自己的傳統 拽住這個社會 不讓它像脫江野馬一樣的往前奔 但是 你以為保守派、頑固派不會改變嗎 只要這個社會是開放的 各種各樣的因素自然會推動 他們向前走 就像我們中國的慈禧老佛爺 雖然它是一個最著名的 頑固派和保守派吧 但是晚清的那些改革 不就在他手裡完成的嗎 他也會向前走 那一個國家真正的禍害是什麼 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封閉 第二個是折騰 就拿我們中國來說吧 很多評論家都在講 這個民族保守落後傳統 他們安土種籤 重農異商 所以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 搞市場經濟 這個民族性不好 但其實過去30多年發生了什麼 幾億農民離開鄉土走進城市 幾億人離開家鄉 北上南下前去打工 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這是怎麼發生的 難道真有什麼 偉大的藍圖 一攬子的改革計劃 把這個國家一下子顛倒過來嗎 沒有啊 小平先生說的好啊 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 心裡雖然沒有數 但是一點一點的往前蹭 只要這個國家保持一個和平的態勢 給一個開放的格局 那種零零星星的社會力量 它自然就會起作用 原來那些保守的傳統的因素 它漸漸的就會被推著往前走 其實時間不需要太長啊 真的只有一代人的時間 30多年 這個國家的面貌整體就變了 這樣的方式 它真的是慢嗎 錯 英國人的歷史在告訴我們 今天我們講的大宣章的故事 在告訴我們 這才是真正的快啊 這才是真正的快啊 今天我們講的 是真正的快啊 我們講的快樂 指向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